弟兄姐妹平安 今年的复活节 我跟各位分享了约翰福音20章 约翰记载的耶稣复活的经历 那在第19章记载的是 耶稣被钉十字架 结束第41节 说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 有一个园子 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 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 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 又因那坟墓进 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他们预备什么呢 他们要预备过安息日了 那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太阳下山之后 他们就不能做任何的事情 因为在旧约说 他们要放下手里所做的一切功 所以他们准备要在安息日开始之前 可以安葬耶稣 所以这里刚好就在钉十架的附近 有一个墓园 那里有一个坟墓可以用 我们在这里也真的是看见 像亚伯拉罕所说的 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 这里在耶和华的园子也必有预备 让心爱耶稣的这些人 他们不用太匆匆忙忙的来做这件事情 他们可以就近有一个地方 我们以后会讲到路加福音记载的 耶稣定时架跟复活的经过 那我愿意在这里跟各位分享 这里面一句简单的记载 但是到我这个礼拜思想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意义 在二十三章五十五节 说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 跟在后面 看见了坟墓和她的身体怎样安放 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 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 所以我这个星期呢 就一直在思想这简单的一句话 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 但是这个安息日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安息日 因为他们心爱的耶稣被定在十字架死了 我想他们的整个世界 应该也应该可以说是崩盘了吧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生命好像都没有希望了 但是甚至在这样的时候 这样的心境 他们还是遵着诫命 守安息日 所以我想到 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 建立属灵生命的规律 为什么规律这么重要 我们往往把规律想成是一个死板的东西 是限制我们的东西 就业的律法是很严苛的 是要拘束我们的 我们为什么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 其实就业的律法是在帮助人建立一个生命的节奏规律 那这个节奏规律呢 甚至在天塌下来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呢 依然可以支撑着我们继续的走下去 就像这一群妇女一样 天塌了 耶稣被定十字架了 但是他们暂且忍住悲痛的心情 他们按照就业的律法来守安息日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记载 对今天在疫情当中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提醒 好像这样的一场疫情打乱了我们生活所有的节奏 但就在这种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生活的规律 有一个生活的节奏是非常重要的 那这个节奏呢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礼拜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为什么我们呼吁弟兄姐妹在礼拜天 虽然是献上崇拜 但是我们希望各位可以像亲自在场的一样来敬拜呢 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属灵生活的规律 节奏让我们在感觉无常的时候 感觉生命纷乱的时候呢 这样的一个规律可以让我们有一些正常的感觉 让我们在纷乱的时候生活依然可以运转 我想这个就是旧约律法或者是属灵生命操练的一个目标 就是帮助我们特别是在逆境的时候 特别是在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 是这些规律 是这个节奏来支撑着我们 所以求助帮助我们 让我们特别是在这一段疫情的时候 我们好好的思想 我们好好的操练 让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属灵生命的规律 这个规律会帮助我们 更好的走过这一段疫情的时刻 我们好好的